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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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就知道中華台北,他怎麼不寫中國台北? 中國台北,就是因為我不知道我一來中國台北 中國台北,在觀察運動員入場的時候又一次提醒了我的中華民族自豪感 我是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 堅決反對12小時工作制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各位剛剛看到的影片是昨天杭州亞運會的開幕式 真的是泱泱大國偉大復興中華民族站起來了 現實與抖音的區別 在這裡零零盡致的體現出來啦 現場的美麗煙火秀 結果呢 沒有 但是我看這個直播轉播畫面 竟然有放煙火 到底我夢到了蝴蝶 還是蝴蝶夢到了我呢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在正面的一個羅刹果 真的已經分不清了 當然啦 中共說是為了環保 所以用特效做煙火 我真的笑爛了 那為什麼2021年的中共百年黨慶 煙火放不完 還運用國家資源 國家的經費 國家的預算 國家的軍隊去幫黨慶生 所以我常說嘛 你看中國的東西啊 不要因為抖音或是小紅樹上 生活多美好 20幾歲創業 18歲創業都是副總大老闆 這都是假的好嗎 如果中國真的都是這樣的話 它人均早就50萬了 人均世界第一啊 美國人均才多少 7萬還8萬 你直接人均50萬了啦 而中國啊又常規操作了一遍啊 要求附近各社區大樓 緊閉門窗 甚至有些住的更靠近亞運會地點的住戶家中啊 一樣也被安排了公安進駐 滿街都是公安、武警、地鐵 公車上都要配好幾名保安或是公安 喔奇怪啦 你們的敵人是中國人還是你們口中的 打倒日本、打倒美國、打倒歐美日韓台? 跟今年在西安舉辦的中亞峰會一樣 特色管理這三年也是這樣對不對 有個中共大官來視察 公安一樣會進駐大樓 要求民眾不得開窗 一是怕民眾怒吼 讓領導沒面子 那就連作罰下去 公安跟市領導啊都會被定 那第二個是怕中共黨內鬥爭 派人去把你暗殺了 昨天亞運會上啊 聖上跟拿蘋果手機的皇后 一同出席 所以為什麼要大家緊閉門窗 怕成如此就是怕 窗外有人拿狙擊槍把聖上給A死了 當然一般中國居民啊 是不可能有這種武器的對嗎 但默默的在反對聖上的紅三代呢 軍二軍三代呢 別忘了 聖上上個月出席南非峰會啊 提前幾個月包下了兩棟飯店 維安啊火石家具都是從中國空印過去 聖上親自指揮部署 怕成如此了對不對 而從青年七月份開始啊 中國的外長 國防部長公安部領導 階層的那些人啊 火箭軍正副司令 這也是解放軍對台侵略的王牌 這些人通通被消失了耶 而這些人都是掌握軍權 槍桿子或是外交權的人 那這些人員連動在一起 也是能撼動聖上的權力的啊 你們有看過其他國家舉辦了國際上的什麼什麼會 會要求周邊的住戶啊 緊閉門窗貼封條 還派公安去你家住 你還不得拒絕 但這個事情在中國 大家早就習以為常 甚至苦中作樂 難道這是舔共台灣人 希望台灣人過上的生活嗎 當然你一定是希望我們過上這樣的生活 因為你會認為我們一定是三六九等的那九等 你是一二三等 但不好意思啊 你的下場絕對比我們這些被統一之後的九等人還慘 中共是不會對一個背叛自己土生土長的人 然 善終的 我們從這個四九年國民黨戰敗之後那麼多投降的國民黨員我們就可以得之一二了 對嗎 這邊我就不再贅述以前都講過很多很多例子 誇張的還有什麼呢 中國的這個列車啊高鐵火車 只要途中有經過杭州寧波方向 且有停靠在杭州的 你就要下車二字安檢 你的貨物也是如此 怕成怎麼樣了呢 當然我有看到粉紅說什麼呢 中共這麼做是為了保護外國人啊 為什麼因為咱們中國人都非常痛恨日本人 痛恨美國人 他怕如果不派這個公安去管的話 我們中國人啊會去亂S這些外國人 即便是如此後面最大煽動讓你們變成這樣的人不就是中共嗎 他讓你們變成這樣的人啊然後又阻止你們做這樣的事情 讓你們活在那個掙扎的邊緣 而最暖心的就是 亞運會的選手春啊是可以不用翻牆的 像這個我們台灣有一些過去的記者說 第一次在中國體驗到不用掛BBM翻牆 我真的好暖心啊 這也是為了方便外國人 還有台灣人使用 所以台灣人是外國人嗎 到底誰活在牆裡啊 昨天有個粉紅說什麼呢 蘋果手機啊就是爛 在中國信號不好 我只能說啊在中國信號多少1000G啊 還不是要來翻牆 還不是要掛BBM來罵我們 那粉紅的邏輯是什麼呢 如果中國人不嚴加管理 派一堆警察跟立一些嚴刑峻法 當然這都是領導的看法 那就是很亂不安全 所以這就是咱們治安好的表現 但正常人的邏輯思維是什麼呢 一個地方越多限制 越多警察代表治安越差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北歐國家的警察都非常的少 而且很悠閒的騎著單車騎著滑板 沒有配槍的 而我看到李老師的推特啊 中國各地我就光說這個月好了 已經發生了十幾起 學生在學校亂S人的事情 甚至在街上拿刀去S警察跟村幹部 接到辦書記 像還有粉紅過來洗地說什麼 正常國家的領導本身就會有危安啊 就很正常啊 是啊 但你在當腳屎棍嘛 你這個危安已經超過正常人的認知範圍了 封門封窗 車子把路都給封了 腎上出廠的時間即便是在管理區的住戶 也不能隨意進出自家的門啊 被擋在巨馬後 欸我口渴了 我想去附近的超市買個飲料喝 回來之後啊不好意思你不能進去啊 這算是管制時間啊 你家在裡面你也不能進去 等身上離開之後才能回自己家中 這就是中國的偉大復興 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 他們啊率隊跑去中國 會面中共中央的那些人啊 什麼國台辦啊國務院啊 還接受中共媒體的採訪說什麼 武漢啊中國的城市建設超過的發展啊 哇好棒啊偉大復興啊諸如此類的 這個就讓中共還有小粉紅有素材 可以做大內宣大外宣嘛 對吧你們國民黨都說台灣勃勃爛爛了 台灣人都想回歸統一啊 中國偉大復興啊 中國統一世界指日可待 那你國民黨團怎麼不說杭州雖然是光鮮亮麗 但是風門風窗不讓住戶進出自己家是違反人權 中國人均非常低跟總體GDP 還有城市發展的高樓大廈成反比 爛尾樓過多錢被誰賺走 抗議的民眾被打壓無法得到聲張 中國人月入過萬都是要靠加班 得靠加班 每天上班10到12個小時以上 月休4到6天不等 當然我說的不是特定行業 我說的是一般行業 你想過萬你必須得這樣 很多地方沒有週休二日的概念 你們不是說兩岸一家親 你又自詩兩岸一家親 你又是中國國民黨 你怎麼不說這些呢 扼爛之急嘛 配合中共 說他們想要聽的話給他們素材 然後讓他們藉此在社交媒體上打壓我們台灣 帶大家來看一些偉大復興的 中華民族抱怨工作的影片啊 我是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我實名支持8小時工作制 支持週末雙休止 堅決反對12小時工作制 反對無底線加班 昨天有朋友在評論區裡說 不加班掙的錢不夠生活 難道我們每天工作8小時不加班 我們就不該拿一份起碼夠生活的薪資嗎 大家好 我是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 我實名支持勞動法8小時工作制 12小時兩岸島嚴重影響我們健康 我們世人不是機器 特別是漢工 漢工本來就是特殊職業 有多企業還強制12小時兩岸島 這簡直是反人類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 我叫黃錦熙 我實名支持8小時工作制 我反對12小時工作制 反對兩半島 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 人民有信仰 民主有希望 國家有力量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富強民主文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 支持8小時工作制 逼支持12小時工作制 人活著不使智慧工作的 娛樂生活家庭健康 今天我在這裡鄭重地警告所有企業 嚴格及身每天8小時工作制 不得強迫員工加班 我們應該利用法律武器 維護自己的利益 請公司無償歸還我的8小時工作制 和雙修 裡面比較好笑的是 他們竟然想要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去對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 他們把問題都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 壓榨他們 說句老實話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做的事情 那這些企業裡面是有黨支部的 看過非常多影片 那些因為被欠薪的 是這個工作大於不好的 去上訪的 去告企業的 都被警察給打走了 都被警察給打回去了 對不對 你反而還要被這個企業主告 那中共還有那些警察是幫誰的 是誰給企業這樣的環境 跟企業這樣的權利 雖然你法律上是這樣定 但是中國就是領導的看法嘛 我覺得覺得非常好笑 我們接著看下去 為什麼兩個大學本科畢業生跑起了外賣 他在福建寧德時代做生產主管 工資有一萬二 我在江西做文員 工資有兩千 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 一天十四個小時還沒完 領導經常批評他為什麼早退 是的沒錯 上班十四個小時還能叫早退 因為他的同事都規規矩矩 加班到十一點將近十二點 甚至凌晨才敢下班回家 你看 你在中國當到主管級別的 一天上班十四個小時 你才有五萬一千 五萬兩千台幣的收入 偉大復興了 在日本當了六年護士 我一共賺了一百五十萬 實不相瞞 我的工資每年是五百萬日元 然後六年加起來 一共賺了一百五十萬 六年已經過去了 我也有實力全款買一套房子 但是我還沒有回去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的學歷很低 我只有大專學歷 然後年齡也馬上到三十歲了 我這個年齡還有我的學歷 在國內找到一份 體面的工作 說實話還是很難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是非常的屎心眼 你只需要本體面 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 領導說什麼 你就說嗨 你就去做一件事了 但是我回國之後 可能領導跟我說一句話 幾個常人意思 我一常人都聽不懂 回去之後我沒有情商 我學歷也不夠 我都不知道怎麼在職場混下去 年齡也大 找工作非常非常難找 所以到現在 我就接了六年 然後還是沒有回去 那很多人問我 這輩子都不回去了嗎 我只能說 如果再給我一次 重新選擇的機會 我依然會選擇 在我最年輕的時候 出國打工 出國工作 好啦希望粉紅們繼續活在中華偉大復興夢裡面吧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記得加入會員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頻道走得更長遠 我是八九三 再見啦 掰